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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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各位 早晨 欢迎来到金融拆杀半小时 的自由投资材旅 和何寶sir的节目 今天星期五 跟大家讲一讲美股 和石油股的动态 之前 巴菲特也经常加仓 其實 他现在 已经占了西方石油 差不多四分一 不少东西 石油股 是不是持续看好呢? 以及是不是继续跟俄乌 局势相关呢? 今天请教一下何寶sir 原来 这么努力 竟然有做功课 讲这么多话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继续有报新闻的嘛 做得主事 OK OK 其实我今天呢 在你这个视频呢 好像 这次 是不是 是不是港股 是啊 幾乎忘记了 我看到你开心了 上星期呢 CPI 一出 就是第一个地震的空笑 但是呢 加息 第二震 第二震 连续 前个星期 上个星期 连震了两下 那么呢 接着会怎么样呢 这个第二震 是非同小可 我告诉你 白纸黑字 Jerome Powell 也讲得非常之清楚 一点都没有含糊 千真万确 OK 是什么呢 以下 这几点 他讲得非常之清楚 你们听 你就听 不听你就麻烦了 第一 短期利息 即是Fed Fund 今年呢 由本来的 预测 今年 会到3.4% 一升 升到4.4% OK 算得出来了 升足一厘 唉 真麻烦 第二 真正的GDP 现在很有趣 我已经搞过你们 什么叫做真正利率 你现在看到的利率 就算六七厘也没用的 如果你的通胀是十七厘 你已经是负的真正利率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又有些 要教你了 有些 男人 有些是叫做真男人 OK 是 你明白 假男人 是不是到处都有呢 當然是多个真男人 很难找的 OK 这个呢 今天我说的是真正的GDP 就是那个 經濟增长 由本来预测的1.7 就是今年 还有几个月 还有几个月 原本他们 所有联署局的官员 就是预测1.7 现在呢 一改改为多少 你知道吗 哎呀 好在不是负 有0.2 有2 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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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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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搞不到它下来 现在还8点多 OK 那他说 哎呀 最好就下回来 起碼5点多 最好 alright 那 明年呢 他说 他说2.8 你信不信 那 后年就2.3 但是呢 到后年都未曾落到 真是那个2 聯儲局 请人的时候 找人上任 这个局长 已经要去簽了 最重要 你就看着物价 看着通胀而已 其實什麽都不用管了 總之你搞得好 不要超过 這份工 上下限 不是政治 上限 上限2% 下限 是0 OK 0至2% 如果跌破0 又大件 你知道嗎 真是 哎呀真是 原来做中央行长 中央银行行长 就是拿着这个 job description 上任 在好的 嘭 词 找人 那 不 你要 想 想 什么 好 有 穿 看来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莊艾石拆解金融密碼 在我錄這集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免費時段的時候 恆子又跌到期指的部分 到2088點 剛才我瞄一瞄 錄的時候和播出的時候已經差了很多天 播出的時候恐慌會見19樓 跌到19000點 不知道會不會 你看到這一刻的時候可能是19000點 如果是的話 我沽的期指又會賺到錢 今集說什麼呢 就是有兩位男士 在香港土生土長做金融的 有一點點成就 賺到一點點錢的一些心情的對話 他們的對話 包括了人生 包括了對國家的看法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股市 如何投資去賺到錢 這部分當然會留在禁制給錢的時候 我們說真的 這個節目收錢的部分 幾百元一年 還是半年 非常便宜 我都想告訴大家 只是這一集的內容 你看這一集都不自己白問 因為對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啟發 你會感受很深的 最主要就是我不是硬消我一些政治概念給大家 我一些看法給大家 我不是做這件事 而是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能夠這麼赤裸裸 坦裸裸 我不是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十幾分鐘的對話 足夠改變了你之後做人的部署 你會不會說 要不移民 繼續死守香港 或者是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 去北上 或者是決定放棄香港的移民 或者你買什麼股票 繼續做不做生意 之後怎樣教育下一代 都會在這十幾分鐘裏面的說話 你會得到一些答案 Isaac 就聽完了 你好像是不同意的 你說一下 引一下他們 因為 話說這個心情對話 那個人 他的身份和我不同 其實 如果你有幾十億的話 而你又和中國有瓜葛的香港人 你這樣想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只有幾十萬來買股票的小小香港人 就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神經病 因為身份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同意 還有 另一方面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香港人 對大陸實際上的生活的了解 好像是out了 可能我也out了 但我out了幾年 但他好像生氣 那個人out了十幾年 於是我就不同意了 好像是否很想知道這個心情對話是什麼呢 還有我們怎樣去把這些說話變成更有營養的東西 去更加適合自己呢 我亦都重申了 所以 收費時段 即是你按了按鈕之後 所聽的所有的資訊 或者那段對話 不是一個真理來的 亦都不是一定對 或者一定錯 你可以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 但自自然而言 如果你的心 你能夠開放你的心去聽 是會啟發到這些東西 你會有自己的idea去塑造 去令到這件事變得有價值 從而可以幫到你下半身怎樣去走 不要錯過了 按鈕 坐下吧 按鈕 好嗎 按鈕 TADK Hk K K